那我們就來打這個月的LV10吧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安妮雅也是可以順利通關的 對 然後我們就是一樣帶了那個安妮雅一家 然後美姊跟諾姆吧 你覺得是跟我一樣的話 然後龍柯也是帶上自己的武裝這樣 嗯 好 那這邊我們剩下就是邊打邊講解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月LV10啊 開場其實就非常高牙 就是 露過去會持續變成問號 那大家也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安妮雅的生存力 好 最後停在火焰地裡面 對其實要八康的話是真的算蠻簡單 對然後再來是傷害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好來第一下miss掉 這邊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了 對然後要迴避 對就是有迴避的選項 好 OK 對路過去問號我是真的比較不擅長啦 對但是我想要 展示給大家看的就是 走過去就忘了 對對對就是想要展示給大家看那個 就是 對不對 生存力的部分 因為他還有加COMBO跟他落足 所以其實加起來會 就是其實是會超過的 對對對傷害是還不錯的 有那個啦 停火焰地形 忘記停就 應該就差不多了 對好 然後這邊就可以稍微去洗一下技能 對對對前面要洗一下 對前面要稍微洗一下 對前面要稍微洗一下 噱倒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先把美姐開下去 然後就直接抓角色珠來平砍啦 呃開如果有開那個安妮雅的話 就可以直接抓安妮雅 因為安妮雅攻擊只有1嘛 對 對就可以用安妮雅來製造傷害這樣子 欸不是製造傷害啦 就是製造角色珠啦 OK 製造傷害好像 好像也可以 好嗎好像也可以 對好 然後這邊的話就先不要去轉紅綠燈 先把水珠一波消乾淨 不過我覺得 搖的是手機畫面很清楚啊 你們剛才我的比較慘吧 他的很清楚欸 為什麼還會有人說很糊 真的嗎 對啊我覺得很清楚啊 好 因為我現在看的就是跟大家一樣的YT的畫面 所以比較好 那所以是沒事嘛 沒事我就繼續轉囉 嗯 好OK那這邊我們就開安妮雅 然後去開那個媽媽 無視反手銷 然後一樣抓著角色珠下來 然後去符合她條件 OK 喔對啦因為她是路過去會變成那個 水珠喔 所以我這邊先持續 不放手 對 所以你用牌的就會變很多水珠 對對對 對對對 好然後我們就一樣喔 善用水光星來放手 這樣子的話 天杖可以持續比較久一點點 不然你火木暗放手 很容易就到18顆她就會停下來 嗯 對 對 這就是另外一個可以提升combo的方法之一啊 對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喔 好那木屋也跳起來了 就開 好來這邊我們就直接把木屋打開 然後這邊要手銷全部的光珠 我們就去把光珠擺在正中間 然後剩下全部用疊的齁 OK 這邊就稍微疊一下吧 好就這樣子 好來這邊傷害也是直接錘過去 那接著是手銷指定10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美姐來無視負C的部分喔 嗯 不然它是10C 有另外一個辦法 因為我原本是就開約了這樣 對對對 兩隻媽媽也可以 兩隻媽媽也可以 對對對 硬排10C也可以 對硬排10C也可以 對 但是有美姐的話 更舒服 對 就直接用美姐 美姐灌過去這樣 對 那這邊就是靠著美姐去把這個故C打掉喔 好然後再來是那個 就把它當作無屬強化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去把它轉成強化珠 然後直接去轉這樣就好了 把無屬都削到 你的跟我的差不多耶 你的打法真的差不多 對啊 好像大同小異齁 對 好那這邊就是直接送給他 對複製版面喔 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哇 我差一點點 我剛才想說你差一點就全版了 對 真的差一點 很可惜 好來接著是數字盾23 那這邊的話因為現在正在疲憊狀態 所以我們就是一回合送給他 我算一下喔 369 12 15 18 所以這邊兩個拆開張就剛好23了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把安妮亞關掉來製造版面 然後開副隊那一隻 讓副隊的那一隻 攻擊變成1 然後我們自己隊長這一隻的話 攻擊正常就可以直接灌過去了 我的牌珠中間 要等一下 對對對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把那個安妮亞關掉 然後我們選個 就按火幕好了 就是選這一隊的屬性 然後這邊的話把另一隻安妮亞打開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靠我們自己的安妮亞來輸出了喔 然後這邊的話就直接去排23 OK 然後木珠放手 對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其他人都還在睡喔 但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安妮亞是可以打出傷害的 對 感受一下 好這邊是直接秒過去千億沒有問題喔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把安妮亞先關掉吧 因為這邊的話是 呃 那個 浪費生命盾 我自己是都這樣講啦 就是 對 扣血90% 就要打4回合 然後第一下miss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 就是第一下他打不到你 然後這邊我們就稍微去 對把那個 板面弄得好一點啦 反正只要場上不會到一顆星珠都沒有的時候 就可以不用擔心 你只要不是絕對的卡星 所謂絕對卡星就是真的一顆都沒有 那基本上都是不會死掉的 因為他還有一個天降的選項喔 讓他可以把它削補回來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嗯 這邊就是再一次 我看一下 因為聊天室的人好像有點誤會了 我們好像其實抽卡的話 因為他說那個幣可以去換那個大獎嗎 然後其實 對總共的話 因為10抽的話就有130的幣 然後再多兩抽的話會 就150幣嘛 然後首次登入也會有 那個 100幣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就是12抽的話 就其實就已經保底了 第一隻角色是這樣 對對對 那往後有抽 對 再稍微算一下 這邊是不能消水喔 那這邊就是用美姐去把水珠移除掉 然後應該說整版移除掉 然後進水珠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也是直接把安妮雅再補下去 然後就正常轉 這邊也是 下一關是自爆 自爆那關我覺得也是一個賣點 等一下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下 嗯 OK OK 你有沒有很好的習慣 你都會一直拉角色主 對啊 因為要拉角色主才吃得到那個兩倍 對對對 好來接著這邊自爆的話 照理來說啦 我們不能讓三隻一起 應該說就是 最多也只能炸一隻 然後可能要稍微開個擋死啊 或者是延遲龍科去把它弄掉 可是沒關係 我們是可以直接去一次炸兩隻的 對對對 一次炸兩隻 對 然後那個打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回避掉 嗯 這邊我就稍微疊住一下下 好就真的一次炸兩隻 好 然後第三隻這個打過來是直接miss喔 所以就不會死掉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再去疊按珠就可以了 好 OK 這個炸彈就是量會好 沒事 我看到我比較慢 哈哈 你要罵我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事 我沒有要罵你的意思 嚇我一跳 好 接著是燃燒 對燃燒 然後不能燒火 這一次雖然沒有無事燃燒 不過其實排珠就還是可以解決啦 OK 那這邊就是去疊火珠就好了 這邊就注意吧 不要把自己燒死就沒問題了 對 所以這邊其實排珠就很重要了 對沒錯 其實黃昏開季也可以無事燃燒 可是它只有一回合 喔對對對就是黃昏 黃昏也有無事燃燒血槍 但是它可以排珠就用排的啊 就不用在那邊轉 對阿對阿 好那這邊就是直接去疊 OK 把它移過來 我記得這個燒好像是蠻痛的 一萬好像一萬 路徑一萬 OK 好 再來第九關 好 第九關這邊要消三時光 那這邊就是安妮亞來解決了 呵呵 那直接沒問題 真的直接沒問題 超可怕 好 先一回合送給她 哇 結果這邊天降 哇不會吧 該不會直接一波帶走吧 誒真的 誒真的 我會光光按 然後拉光住 這樣也過得去 也是可以啊 也對也可以 可是我也是趕時間的話 不趕時間其實慢慢打就好 好那這邊的話 連擊同等我們就去符合他條件 隨火目光暗轉到連擊同等就好 這邊可能有些人會想說用無視的啦 不過因為等下二血要高C 所以這邊的話不適合 對啊不然就是帶兩隻約合 我一開始帶兩隻約合 這個王一開一次王二開一次 而且這邊其實卡珠也沒差 因為第一下就是迴避掉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那接著二血就是我說要高C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開約爾 然後開爸爸 然後這邊就一樣最後的排珠時光 就去把高C排到位這樣子就好了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好就這樣囉 Yeah 雖然我還沒看到 等一下還沒還沒我在等他填獎 好喔 全部排完了 等下一個 好來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而且最後打破罩 OKOKOK沒問題喔 安妮啊真的玩起來非常的舒服啊 有唱過排珠有加C有天降 對應該大家會蠻喜歡的喔 OKOKOK OKOK